10月26号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11百天主题活动上 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奖牌发布 北京冬奥会奖牌由圆环加圆星构成牌体 形象来源于中国古代同心圆玉壁 共设五环 五环同心 同心归圆 表达了天地和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涵 也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 将世界人民聚集在一起 共享冬奥荣光 奖牌造型质朴简洁 体现了北京冬奥会简约 安全 精彩的办赛要求 并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奖牌金香玉相呼应 这次我们最终选取了五环同心的概念 一方面跟古代的玉壁 它在形式上就有一个统一性 实际上这样就跟08年的玉的概念 它有一个延续 这样更加能够展现双奥之城的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五环同心 实际上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形态来传达一个基本的想法 就是全世界人民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之下 能够团结在一起 能够共同分享冬奥的快乐 冬奥会奖牌正面中心刻有奥林匹克五环标志 周围刻有北京2022年冬奥会英文全称字样 圆环做打挖处理 取义传统咸文玉壁 上面浅刻装饰文样均来自中国传统文样 其中冰雪文表现了冬奥会的特征 祥云文传达了吉祥的寓意 我们在这个正面还做了祥云文跟冰雪文 祥云文就是这样就跟08年的那个祥云文联系上了 然后呢 冰雪文呢又能体现冬奥会的一些特点 在它的这个背面呢 我们又做了这个就是星空的一些那种轨迹 有24个星星表示了24届奥运会 一方面它能够体现就是中国人文跟天文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另外一种呢 它也可以体现就是冬奥运动员在这个赛场上 制成赛场这种激情吧 群星璀璨啊 这么一种意象 奖牌挂带采用传统桑蚕丝制造工艺 冰雪底纹上印有北京冬奥会会灰 核心图形以及北京2022字样等相关信息 挂带选用红色 与中国春节文化特色相契合 表达了对运动员的节日祝福 最初的我们的设计方案当中是 受戴的颜色配色是选取的蓝色的色调 是为了这个烘托和营造冰雪的这么一个 竞赛的这么一个特点 但是也是后来的那个 后来的组委会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比赛是临近春节 也是全国人民一个共享佳节的这么一个热闹气氛 所以说我们也后来改成了这样的一个 正红色大红色的这么一个色调 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受戴 本着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原则 冬残奥会奖牌与冬奥会奖牌 选用同样的形象来源 设计一脉相承 奖牌正面中心刻有国际残奥委会标志 周围刻有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英文全称字样 及金银铜的盲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